我俩在一起一年半了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我考研他工作 我俩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多 他很多时候都不能理解我 越来越小家子气 一天天纠结在那几件事上 没完没了 我就不明白了 怎么全球现在的男人 都对他那么好 他还天天跟我夸别人 反而越来越嫌弃 我这个男朋友了 出门靠朋友 关系都是需要维持的 我们都是正常交往 他就是想得太出格了 他现在都要为了别人去北京了 我绝对不能接受异地恋 这是一段异地恋的情感吗 老师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薇22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一22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魏 这是要异地恋了 是吧 对 咋个异地法呀 就是我们本来恋爱天天好好的 他就非要去什么北京 搞什么异地恋 那异地恋能长久吗 你在哪儿啊 我在宝定 你现在还在读书是吗 对对对 暂地恋备 暂地恋备 我已经上次了 我请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这你就是窗战迷卖装骨头 那男的对你有意思 我就不相信你不知道 我就觉得 在这北京的什么地方 那精英满街都是 那你去了 我觉得两三个月 你就够踹了